现在短视频行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很多人都加入到短视频创作当中去 他们在各类的视频平台上 发布自己创作的作品 以此来收获巨大的流量和粉丝 从而带来很可观的创作收益 短视频创作的类型非常丰富 例如有搞笑类 跳舞类 唱歌类 美妆类等 还有一种独特的创作类别 就是美食类 简单来说就是吃饭博主 这类博主会分享自己制作美食的过程 也会进行一些探店活动 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美食博主 就是有着千万拥顿的小贝饿了 小贝饿了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习的是红酒专业 这是一所98516院校 而他所学的专业也是他们学校的王牌专业 毕业后可以很顺利地找一份轻松的工作 但是显然小贝不甘于平凡的生活 毕业后凭借着对美食的热爱 他抓住了短视频发展的机遇 开始成为了一名专职的美食博主 小贝在网络上发布的第一个视频内容 是自己制作土豆红烧肉 在视频中他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制作红烧肉 并且在镜头前边吃边和大家分享 这可以说是一条非常简单朴素的视频 但就是这条视频给他带来了20万的播放量 这让小贝认定了自己要做一名美食博主 之后小贝在网上发表了多个美食视频 虽然也有一些人看 但是并没有达到爆火的程度 这让小贝不得不停下脚步 思考这个市场到底需要什么 他考虑再三得出结论 自己视频之所以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特色 因此很难在美食博主中出类拔萃 小贝开始努力寻找自己所独具的特色 作为一名陕西的美食博主 最终他决定从自己家乡的美食入手 很快他的身影便出现在西安各处街头巷围 羊肉泡馍 肉夹馍 裤带面 油波面等等 大小吃货们通过小贝的视频 了解到了古城西安美食的魅力 也让远在他乡的陕西人 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除了介绍家乡美食外 他还极力打造个人特色 小贝不论到什么地方吃饭 哪怕是很高级的西餐厅 他都会带着大蒜 每次吃饭都离不开大蒜的人设 也让一些网友们很快地记住他 而且他吃饭时 给人的视觉感官非常强烈 明明身材娇小 长相甜美 也不是深渊巨口和深渊巨背 但是可以完成三口一碗面的挑战 每次吃饭的饭量都非常大 比一般男生吃的都多 带给观众们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而在食物的选择上 小贝也相当专一 大部分都是健身人士 看了第一眼就不会再看第二眼的 减肥人士看一眼就忍不住流口水的 重油 重盐 高脂肪 高碳水 高热量的食物 就这样小贝彻底火了 不过人红是非多 很快就有人对小贝提出了质疑 美食博主大多都有一个通病 因为工作就是吃各种美食 所以很容易长胖 毕竟吃的很多东西都是高热量的食物 时间一久自然是要转化为脂肪的 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情 但让人想不通的是 小贝似乎是个例外 他从开始做吃播到现在 吃的是越来越多 但身材却是越吃越瘦 而且从小贝的身材和视频内容来看 他也并没有健身的迹象 基于种种原因 关于小贝假吃催吐的质疑也是经常被传出 对此 小贝则通过一期无剪辑视频来证明自己不是假吃 但仍然有一些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对催吐依旧保持怀疑 还有一些网友通过一些细节来验证小贝翻车 例如 小贝近些年逐渐沙哑的嗓子 暴瘦的身材等等 但小贝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依旧照常营业 每天都吃大量的食物 尤其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三口人设 每次吃东西都张着深渊大口 感觉食物刚到嘴里没怎么嚼 就已经下肚了 并且还有网友扒出他早期做美食视频时 一碗面都难以招架 现如今却转变成深渊俱味 不管是谁都会对此持怀疑态度 很难不让人联想地催吐 而最近小贝上传的作品 更是让网友认为找到了他催吐的证据 原来在视频中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小贝的手指关节处有双疤 仔细看又不像是普通的擦伤 这些细节被网友曝光后 小贝的粉丝声称 这是小贝在家里不小心碰到的 但是网友对此却并不买账 认为这就是小贝催吐导致的 为何网友会这么说呢 因为那段时间小贝所处的地区 因为防疫需要而进行了管控 他只能在家中进行视频更新 在家隔离期间不能外出 也不用干重活 他的手指怎么会出现伤口呢 于是就有网友做出了猜测 认为小贝是用手指进行了催吐 这些疤痕很可能是受刺激 被牙齿磕伤的 虽然小贝狂吃不胖令人生疑 但柯代表觉得网友给出的这个理由 还是有些牵强了 毕竟大家应该也都遇到过 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说不定人家还真的是天赋异禀呢 而且在他全国各地探店的过程中 有如此多的人在场 如果有假吃肯定会被发现 不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被曝光 不管小贝到底有没有催吐 可代表要提醒大家的是 催吐是相当不可取的一种行为 除了大胃王用催吐 让自己吃的更多以外 还有一些姑娘选择用催吐来减肥 但大家知道 催吐所带来的后果吗 催吐时会把胃里的食物 及胃酸全都吐出来 属强酸的胃酸通过食道 会灼伤时的 通过生带 也会带给生带一些伤害 一旦长期催吐 造成胃食道逆流 情况就更糟了 而且催吐时 食道 胃部的食物被迫翻出来 食道会承受很大压力而受伤 比较轻微的会少量出血 可一旦伤得严重 很有可能会造成大量出血 人们在频繁催吐的时候 会导致胃部内的胃酸 反流进口腔里面 还会捕食牙齿 使牙齿出现发黑 缺损的情况 催吐不仅会破坏肠胃 正常消化功能 还会导致营养不良 甚至出现厌食症 长期这样催吐以后 就算不想催吐了 但是有可能形成条件反射 一吃东西就想吐 就可能会得神经性眼食 催吐浅肥时 有人会用手抠 还有人会用牙刷 勺子 筷子等异物刺激喉咙 可能会导致喉咙受伤出血 而且时间长了 喉咙在异物刺激下 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还会出现嗓子疼 声音变沙哑这样的现象 催吐时 一般都会低头用力 来使食物吐出来 但是长期低头用力 可能会使得颅牙身高 造成唾液腺肿大和脸上毛细血管破裂 脸变大变方 脸上皮肤毛孔增大 并带有大面积的皮下出血 一样的红斑点 视频最后 课代表想说的是 民以食为天 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化到 不需要从食物中获取能量 那么中午吃什么 下午吃什么 明天吃什么 就一定是困扰人类的终极难题 但美食视频的出现 可以说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答案 试想 下班后 你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 打开iPad盖住的泡面 随后点开了一个美食视频 这时 你疲惫的双眼又重新闪耀光芒 看着屏幕对面享受美食的博主 通过心理代偿 突然觉得 吃腻了的泡面 好像有了那么一丝不一样的滋味 能够在填饱肚子的基础上 享用美食 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跟网红事业蓬勃发展 大家想必也听说过 很多网红公司坑人的事情 动不动就爆出来一个 百万甚至千万的天价违约金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竟然是网红公司 被旗下的艺人给坑了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吃播剑的天花板 名副其实的大卫王 一直被观众讨论 到底是男是女的网络大红人 浪卫仙 15秒喝完1.5升的可乐 18秒吃完一份面 一个人就能吃完七八个人的饭 喝奶茶要用锅喝 浪卫仙给大家贡献的名场面 实在是太多了 但在其女性的妆容和中心的嗓音下 却有着一副地地道道的男儿身 浪卫仙 性别男 本名李杭泽 1990年出生于云南 他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 并在毕业后选择留在了重庆发展 和许多普通年轻人一样 日子平淡又忙碌 一次街头举办的大卫王比赛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次比赛中 李杭泽以惊人的速度 吃完了三盘意面和两个披萨 最终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整个比赛的过程 也被一个名叫游戏的经纪人看在了眼里 很快游戏就找到了李杭泽 准备将其迁到自己公司 打造成一名吃播网红 不久后 一个名叫浪卫仙的账号 在全网上线 被基于众望的浪卫仙也是相当争气 当时自媒体行业正处在蓝海时期 有很多萌昧吃播网红 打着吃不胖加大卫王的噱头 收割着一波又一波的流量 而短视频里的浪卫仙 其尖的长发 黑框的眼镜 平凡的脸庞 与那些萌昧网红相比 只能说是平平无奇 但谁都没想到平凡的外表下 隐藏了一个堪称恐怖的胃 他大卫王的体质像是开了挂一般 凭借一顿能吃掉300个超手60斤小龙虾 30碗大碗宽面的逆天操作 仅仅用半年时间就涨粉超过1000万 播放量破50亿 被大众封为最火吃货 而且相对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华餐厅 浪卫仙更偏爱探访苍蝇小管 不仅分量大而且味道也足 看起来就显得十分真实 同时他还十分擅长在视频中使用金句 像什么吃到昏天暗地 吃到老板福气 要问我的事量 请看向黑洞的方向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我们大卫王能把你吃到瞌睡 双拳难敌四手 一味秒杀四口 诸如此类的段子 他张嘴就来 不同那些大卫王什么一口一只猪 解锁超大龙虾 浪卫仙的吃播就显得简单不浮夸 他点菜的时候只有一句话 这些和那些我都要 在所有的大卫王博主里 浪卫仙的平台粉丝量最多 他的饭量也是公认的最大 但好景不长 央视新闻批评大卫王吃播 存在催吐假吃等浪费粮食的现象 决定整顿吃播行业 于是众多大卫王纷纷转行 浪卫仙则选择了美食探店领域 虽然转型后浪卫仙的流量依然不错 但在他的评论区 有一个从他刚开始做吃播的时候 就一直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他到底是男是女 当时网友们对浪卫仙的履历并不了解 不向客代表上来就告知各位观众他是男性 再加上他一身女性装扮 精致的妆容 弯弯的假睫毛 配上修长的指甲 净显女性特征 但又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 想从声音判断吧 他的声音有十分中性 很难分辨到底是男是女 于是浪卫仙的性别 在当时也成为了粉丝们永久讨论的话题 甚至不客气的说 浪卫仙能有这么火 他不清不楚的性别也提供了许多流量 最后事情不断发酵 有网友说他有女装癖 最后浪卫仙在直播间内回应 自己已经离婚十多年 并且独自抚养儿子 为了弥补儿子缺失的母爱 他才将自己装扮成女装的样子 对于这样的解释 很多网友是不买账的 有的人质问他 那你儿子缺失的父爱又有谁来弥补呢 就不怕他有性别认知障碍吗 也有人爆料称他之前结婚生子 只不过是为了骗女孩子做同妻 至于这个真实性就有待考究了 正当浪卫仙直播探店 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今年一月份 浪卫仙突然在另一个小号上声明 自己江湖会再做大号 以后会在小号继续直播 就在网友一脸懵的时候 浪卫仙的前合伙人游戏站了出来 连发三条视频首撕浪卫仙 称浪卫仙带着团队内的员工自立门户了 走之前还把公司的拍摄器材带走 甚至把所有的视频素材都删除了 此言论一出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而随着游戏的讲解 我们也知道了浪卫仙发家背后的故事 开篇的时候 克代表就说过 是游戏签约的浪卫仙 当时虽然刚刚进入短视频行业 游戏也并不知道浪卫仙这个IP 是否能够做起来 但他对浪卫仙非常有信心 他知道吃播很辛苦 为了不让浪卫仙辛苦操心 游戏一度承担了整个公司的商务 运营日常管理 目的就是能让浪卫仙 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创作中 加上浪卫仙本身确实也在吃播上 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IP很快做了起来 游戏称在利益分配上 也尽可能照顾这个弟弟 他并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分配利益 而是选择了七三开 注意了朋友们 这里的七是浪卫仙拿七 游戏作为老板 拿的是三 游戏接着讲到 后来在打击吃播浪费之时 整个团队陷入困境 浪卫仙情绪低落 游戏表示当时努力安慰浪卫仙 还将整个团队带到新的城市 开启了直播事业 而自己也与浪卫仙从老板员工关系 变为合作经营关系 一段时间后 公司挺过了难关 并再次登上新的台阶 一切都在变好 员工越来越多 游戏称自己当时坚信 这将会使其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事业 但是看似美好的背后 危机却悄然降临 一个人的出现彻底结束了这一切 这个人被称为蓝女士 随着浪卫仙的名气和流量越来越大 公司的业务越来越繁忙 游戏开始了出差对外的工作 但是当时直播负责人因故离去 所以急需找人顶上 这时候蓝女士正式登场 她是由浪卫仙推荐的 而且游戏也认识蓝女士 虽然彼此都认识 但游戏称自己一开始是有顾虑的 但想到浪卫仙很喜欢她 所以一切都没有太在意 后来游戏将直播业务直播团队的管理 都交给蓝女士负责 此外游戏给蓝女士的待遇也十分优渥 由远高于行业标准的底线和提成 视频中披露的一张工资表显示 蓝女士八个月的收入为59.5万 平均每个月收入7万多 折合台币约为一个月31.6万多元 小蓝掌握了直播业务 游戏则忙于开拓其他新业务 经常出差在外 不过有一天游戏突然收到一个消息 小蓝居然带着浪卫仙和部分公司员工 突然离开公司自理门户去了 原来小蓝在做浪卫仙助理的半年时间 撬走了游戏公司所有的商务合同 成功把公司做空 最重要的是小蓝还带着浪卫仙立立门户 让游戏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子 浪卫仙原先在游戏公司为她服务的团队 因为公司就浪卫仙一个IP 浪卫仙走后没有工作可做 游戏只好给他们提出了解约 并赔付相应的补偿 同时也给他们签订了敬业合同 敬业条款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离职一年内不得到浪卫仙李杭泽的新公司上班 但是没过多久 签了敬业协议得到赔偿的员工 又出现在了浪卫仙的新视频内 虽然这张游戏有点不满 但看在往昔的情分上也没说什么 但真正让她愤怒的是 小蓝不仅拿走了属于游戏公司 所有的视频资料和拍摄素材 同时在游戏追讨的过程中 故意把所有的文件格式化 导致原浪卫仙的账号迟迟无法更新 最后游戏对浪卫仙选择了尊重和祝福 对小蓝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浪卫仙自立门户的事件 有的网友认为是过河拆销 有的认为自立门户属于正常行为 那么大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 各种视频平台也逐渐兴起 所以一大批网红应运而生 他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吸引点 有人靠美貌 有人靠身材 还有人靠能吃 今天要说的主角浪卫仙 就是其典型代表 据了解 他从一顿饭就能吃掉 20份大盘牛肉和食金鱼 这强大的饭量 也让他的粉丝量 从20万增长到1291万 但就在近日 他的亮点不再是饭量 而是选走前公司设备 进而背叛前公司自立门户的丑闻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关注于书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 吃播网红的故事 老规矩 说事情之前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人物本身 浪卫仙 本名李杭泽 姓别男 1990年出生 毕业于西南大学 并在毕业后 留在了读书的城市 发展自己的事业 和许多普通的年轻人一样 他的生活平淡且忙碌 直到偶然参加一次 街头大卫王比赛 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次比赛中 他吃完了三盘意面和两个披萨 并最终借此 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比赛的过程 也被一个叫游戏的经纪人 看在眼里 后者 当即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培养的网红 所以两者顺利签下合约 浪卫仙 也开始了吃播网红的生涯 虽然当时 从事大卫吃播的主播 数量重多 但很明显 浪卫仙的食量 令人不容小觑 他曾在上传视频中 一顿饭就吃了300个塑胶 甚至他在吃完300个兔头后 仍能吃下三大碗面 也因此 当时网上流行一句话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浪卫仙吃到你心碎 这个像无底洞的胃 也让他在短短半年时间 就涨粉2000万 视频播放总量 更是超过50亿 不过每个大卫王 都伴随着假吃 催吐的争议 浪卫仙也不例外 他就曾被网友抓包 手上留下疤痕 一次抠喉咙催吐 对此 这位吃播本人 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网友分成两派 吵得不可开交 是否假吃 又如何判断催吐 虞书这里就不细说了 全凭各位观众自行判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 爆出假吃不久后 一道禁止暴饮暴食的 专项整治令被颁发出来 伴随着禁令 浪卫仙也被点名批评 于是他只好转型 做起办公室自制美食 或者线下探店 并开拓了直播带货 而在浪卫仙的 首次直播带货中 成交额达1015万 他本人涨粉超过100万 直播当天 同时在线人数高峰 超过30万人 后来他们又在 另一个平台上直播带货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2021年4月 浪卫仙开播20场 直播销售额达到2905.4万 位列网络平台 美食带货达人前三 但随着曝光率越来越大 他本人的性别 也越来越模糊 因为他从以前的短发 渐渐变成了一头中长发 指甲也开始有了 各种亮眼的装饰 脸上更被发现 做了不少项目 比如双眼皮手术 以及下接睫毛 就连日常出街的穿搭风格 都是偏向温柔女性的方向 如此打扮 让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也变成了 安能变你是雌雄 对于这些变化 他在一场直播中解释 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 为了弥补儿子缺失的母爱 而不得已偏向女性 另外还有爆料称 浪卫仙在直播间公开过男友 是公司同事后裔分手 即使有着诸多争议 但并未影响浪卫仙的人气 纵横互联网4年 他就在全平台狠狠收获6300万粉丝 妥妥的美食界顶流 但从2022年的1月开始 他突然停止更新视频 后有网友发现 这位网红开始在自己的小号上 疯狂刷存在感 有人不禁好奇并问他 之前的大号是不是不要了 对此他表示 的确如此 准备做新账号 舍弃3500万的粉丝账号 偏要重新从零做起 如果不是另有隐情 谁会这么潇洒和钱过不去 阵时网友在网上热议 浪卫仙在账号上的变化 但面对网友的这份热议 浪卫仙从未正面回应 只是在新号上不断地分享着 自己新公司的筹备和装修 直到3月6日 这位赤博网红原来的账号 发布了一则新视频 只是视频的主角换了人 视频中他称自己是浪卫仙 这个IP的创始人尤女士 并解释了这个号停更的原因 据尤女士讲述 他有着十年一人经济经验 四年前是他发掘了浪卫仙 彼时携四人团队 共同打造浪卫仙这个IP 两人合作之后 他一直把浪卫仙当亲弟弟 对于后者的付出 他也都看在眼里 除了砸各种资源力捧他 还给了他70%的利润分红 甚至为了做好浪卫仙这个IP 放弃了签约其他艺人的机会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账号被限流严重 柔女士便带着团队前往杭州 开启了全新的直播业务 并再次给浪卫仙 抬升至合伙人的咖位 然而到2021年7月 公司发展不如正轨时 团队的直播负责人 却因故离职 对此浪卫仙历见自己的好友小兰 来接任这个职位 出于对这位亲弟弟的信任 公司便把直播业务和直播团队 全部交由小兰打理 并支付了她远高于行业标准的底薪 加提成 还提前给了分红 为了让账号更好 柔女士也在小兰的游说和鼓励下 长期出差在外 为公司寻找更多商业合作 但不想等待她的 却是小兰和浪卫仙 突然带着团队的部分员工出走 并且成立新公司 租了新场地 着手自立门户 柔女士说 此后她多次找浪卫仙都沟通无果 前面提到 公司只有浪卫仙一个红人 她离开后 所有工作便只能停摆 柔女士也被迫解散团队 给离职的员工N加1的赔偿 可谁曾想 这些人不顾及敬业协议 转头都去了浪卫仙的新公司 柔女士还发现 小兰在职期间就成立了新公司 同时撬走了 原本属于柔女士公司的 不少商业合作机会 并且浪卫仙离开公司时 以合伙人身份 带走了公司的拍摄器材和视频素材资料 还将电脑里所有的视频备废 全部格式化 而柔女士这段时间之所以没发生 是一直在收拾浪卫仙丢下的烂摊子 虽然柔女士的声明中全程直指小兰 并未过多控诉浪卫仙 但拥有千万粉丝的吃播顶流 自离门户的事情 还是冲上了热榜第二 瞬间浪卫仙也被网友嘲讽 甚至辱骂 背信弃义 网文负义等类似的言论 也都成为了浪卫仙的标签 面对千夫所指 浪卫仙也迅速做出回应 在连续上传的五则视频中 他首先对柔女士表示感谢 还讲述了两人亲密的姐弟情 声称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确实将柔女士当作亲姐姐来看待 当他得知柔女士家人住院 做手术需要钱时 他二话不说 直接给柔女士转账20万 但他强调 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 签给了某天心公司 而不是签给了柔女士 账号确实是柔女士注册 只是后续作品产出都是自己亲自完成的 言外之意就是 作品创作上面 柔女士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 他主要负责商务对接 然后大家一起经营账号 以及浪卫仙呈柔女士和前公司 就浪卫仙的账号 辉属问题存在争议 为了争夺这个账号 他们在一年内打了七场官司 另外他表示 自己的新公司成立于2022年1月 不存在突然出走 还有他和柔女士 是平等合作的股东关系 并非忘恩负义 收留前员工 意识出于员工失业 会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善心 至于将视频素材格式化 是保护自己的肖像权 拿走拍摄器材 也是公司清算的正常分配 真相如何 还是那句话难以定论 毕竟在浪卫仙停更的这段时间 柔女士也没有再提到过 关于浪卫仙的话题 两人之间的事情进展 具体情况 大众也不知悉 所以只能见仁见智 根据直觉来判断他们谁对谁错 这次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 他是美食圈里最豪放的博主 每做一顿饭 就能吃掉别人家半年的食盐 人颂外号半吨盐望爷 不仅如此 他每一期的视频 所使用的食材都超过半吨 例如酱烧鸵鸟 酱烧羊皮 酱烧骆驼头 酱烧黄地蟹 从飞行走兽到生猛海鲜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不敢做的 半吨也凭借着重油 重盐重口味 等显著的人设特点 在短短两年内 积累了2000多万粉丝 而且平均每期视频播放量 更是超过500万 但站得越高 跌得越惨 所以他很快也被人扒出假吃 但等风头过后 他继续维持大吃大喝的风格 那么他到底为何大胆到这个地步 关注于书 今天来让我们聊聊半吨先生 半吨先生原名范德 出生于河北恒水 在网红圈半吨 堪称恒水第一网红 别看他现如今的体型 回无壮硕 但在成为美食博主前妻 他的身材也是苗条且瘦小 对于拍摄食材的购买都是十分吝啬 一条19块的草鱼都要砍价半天 一开始半吨先生工作十分认真 从做饭到录视频 以及后期的剪辑 半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有的时候一天可以发布两三条视频 但奈何流量一直上不去 直到有一次做饭时意外 半吨发现属于自己的流量密码 原来是他有一次做饭时 不小心言巴道多了 但那一期视频已经发布 播放量可谓是暴涨 随后半吨变本加厉 做饭时放言可谓夸张 直接整袋的棒 除此之外 其他材料他也很大方 什么酱油 调料 酒 醋 都放得跟不要甜似的 从那以后 他也被网友们称为当代的言罗王 还有很多网友开始调侃 我是半吨楼下的小卖部的 我都买保时捷了 转型重口为博主之后 半吨一炮而红 本次数量也上升到了几万人 然而美食吃播领域人才辈出 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出圈 美食博主们经常会挑战一些 奇奇怪怪的食材 半吨也不例外 主角也变得千奇百怪了起来 不仅是种类变得奇怪了 连食物的吨位也越来越大了 先是有12斤重的帝王蟹 再是有40斤重的骆驼头 到后面的整张驴皮 更震惊的是还有整只烤鳄鱼的 不得不说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半吨老师不敢吃的 在一次视频中 半吨先生甚至来上了一道 蛤蟆吞蜜 还加上了一句推销金句 乾隆吃了都说好吃 引起观众好奇的同时 也让镜头外的观众 不由得想去一探究竟 同时有粉丝粗略计算 半吨先生每拍一张视频 投入的费用至少在1000元以上 可以说是下雪本 但正是因为半吨的与众不同 他很快成为了美食圈顶流网红 视频播放量达到了惊人的千万级别 可也是这个时候 他评论区的观众的评论两极增化 分别是喜欢看他做饭吃东西的人 认为他的烹饪方式很简单 吃的样子真的很大方 看起来很接地气 讨厌的人却认为 他的烹饪水平真的很令人担忧 食品食物就算不是真的吃进去 不是网友说说而已 因为有媒体发现 随着半吨先生的粉丝量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所以渐渐地有一些网红 以及还不太成名的素人进行跟风 制作出同样大食量的视频 可他们食量并不如半吨先生大 所以也有一些素人吃兔了的视频 在网上各种流传 随着事情的发酵 半吨先生只好做出改变 不仅常常在视频里 和自己的邻居朋友 一起分享自己制作的美食 而且在后面发布的视频中都打上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字眼 并且相比以前也减少了菜的分量 这种回应 也既堵住了一些网友质疑的声音 更为他招来了更多粉丝 有网友还表示 半吨先生你还缺不缺邻居 缺不缺朋友 网友的喜欢自然让他的账号的播放量 一直增加 并让他的粉丝量甚至达到了2000万 可爆红到这个地步 翻车也翻得越惨 2022年 一期教网友制作降门鱼杂的视频上传后 半吨先生突然停止了视频的更新 不久后 他账号上的大部分视频又全部被删除 只留下一个他做公益的视频 不少人就好奇这个账号发生了什么 是半吨先生突然要转换账号 还是私底下犯了什么罪 所以不得已停掉账号 并且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确实犯罪 不过没有大到刑事责任那种 而是他假吃 如网友在网上找到他以前的一个视频 视频中网友发现 半吨先生处理帝王蟹的时候 明明双手举着蟹嘴 可他却巴达巴达撒着嘴 网友说 同视频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嘴里没有食物 那么他这种样子到底是做给谁看 所以很明显的假吃 一时极其千层浪 这件事曝光后 网友们继续申发 并发现了半吨先生很多假吃的视频 网友称 从他以前大部分的美食视频中可以看出 半吨先生的假吃 基本操作就是 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在镜头外的地方 比如一期羊肉的视频中 他右手的羊肉还没啃完 紧接着左手又拿起一块肉 趁大家不注意 右手偷偷放到桌子底下 随后羊肉就不见了 同时浏览他过去的很多美食视频 他都只有只嚼不厌的动作 这些事件在一段时间内 引起了半吨先生不少疑问 另一方面 对于他之前拼命加盐的行为 也受到了很多网民的怀疑 很多人表示 一盘料理有半包盐以上的量 这真的能吃进去吗 还有人稀里发问 如果像他一样疯狂吃盐 真的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构成威胁吗 但看他的身材 除了比一开始圆一点以外 脸色非常红润 精神饱满 所以其实最合理的结论是 半吨先生根本没有吃进去 浪费食物自然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 无数网友聚集在半吨先生的视频下 辱骂他为了钱没有下线 虽然虚假地吃了浪费食物 但对于网民的怒气 半吨先生一直没有解释 于是这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 停掉账号 删除大部分视频 这些视频后 很多人都开始推测 半吨先生被封杀了 彻底凉凉了 可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再也不会出现在网络上时 2022年的4月2日 时隔4个月 半吨先生终于发布了一条新动态 官宣自己已经回归 视频中的半吨先生 一人坐在位置上 捡一束光 后上方打下来的灯 照亮在他身上 周围都是黑的 视频中他还解释了 最近关于他争议较大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不更新了 以前的视频为什么删了 并配文称 你们想知道的这里都有 视频里他先是回答了 一直没更新 是因为想要谋求转型 接着说明 之前的多 奇 特 这三个特点集合在一起的视频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好的误导 至于为什么要删视频呢 他说是因为收到平台的整改通知 同时也想改变风格 所以删掉以前的东西重新开始 并尽量给大家带来积极又向上的视频 以此传达正能量 最后他表示 已经找了律师团队 处理那些无根据造谣的人了 口里说的改变 但网友发现 他再次更新的视频 实际上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同样都是大质量 而且重言重辣 唯一不同的是 没有以前放言放的那么多 另外相较于之前几十万的点赞 现在三四万的点赞量 看起来十分凄惨 但中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尽管现在半吨线上的热度不比往日 可他在视频里 时不时打个广告 佣金也不会少 有人会说 这件事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他也做过一些公益 比如今年的洪水 他还向同胞们捐献了不少物资 通大于过 但云书讲说 让网友气愤的不仅是假吃 而是隐藏在假吃背后的 微薄眼球的浪费行为 要知道一周一半 当次来之不易 一丝一缕 作为一个活跃在无数人眼前的网红 半吨先生不仅没做到榜样 反而助长了恶臭风气 这才是让人大失所 现如今的互联网社会中 直播行业可谓发展得极为迅速 而其中就有一类美食类直播 在其中脱颖而出 主播每天只需要在观众面前吃美食 就能赚到大把大把的金钱 这样的工作真是让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但在这份光鲜亮丽的背后 这些大卫网主播们却需要忍受着 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为了能够吸引眼球 甚至由主播去做出一些猎奇怪的内容 他们有的会生吃火锅底料 甚至还有人直接喝食用油 而且连吃便便这种极为离谱的事情 都有人去做过 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变得如此扭曲呢 本部影片就带大家揭开这网络红利背后的黑暗 2020年6月23号 沈阳的大卫网主播王先生 在直播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感到医院以后发现居然是脑干出血 后面更是不幸不治身亡 而这位王先生 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一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虽然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坚持在吃药治疗了 但日常直播的时候 吃掉的食物量实在太多了 长年累月下来 终究还是倒在了直播台前 其实直播最早是出现在韩国 直播鼻祖朴淑盐 原本只是一家咨询公司的普通白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吃饭 却意外开始备受欢迎 而这正是他奠定了日后直播中 身材苗条 食量惊人 最好还是美女这几大元素为主的基调 而吃播到了中国以后 也出现了中国版的大卫王美女主播 蜜子军 2016年 蜜子军凭借着一个16分20秒 吃完石桶火鸡面的视频 迅速在网络走红 然后就开始持续地发布自己吃东西的视频 其标题内容往往都是在一小段时间内 吃完数量极为夸张的食物 比如半个小时吃完100个饺子 5分钟吃掉20个包子等等 不仅如此 从2016年起 他还参加了很多大卫王挑战赛 曾创下一次吃8斤米饭 40个鲜花饼的记录 最为惊人的是 在一期视频中 蜜子军完完整整地吃掉了两只烤圈羊 相当于成年男性三天的饭量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他如此纤细的身材是如何装下这么多食物的 而他也因为其出色的外貌条件 加上双朗的性格 短短两个月时间 就积累了高达200万的微博粉丝数 上传的吃播视频播放量 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7一次 在斗鱼直播平台日常的观看人数 也能稳定达到20万左右 而中国的大卫王直播 也在17年以后变得越来越红火 很多的新人都参与到了这个行业当中 也出现了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万级网红 除了前面提到的蜜子军以外 浪尾仙 大卫mini等 也都是重量级的大卫王主播 他们日常会做一些探店挑战类视频 例如去某家自主餐店 号称给他上一课 然后坐在店内开始大吃特吃 这类视频抓住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心理 满足了人们想看自主餐老板亏本的想法 并且同时还能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效果 所以这类视频在抖音上 往往都能收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赞 如此高的人气自然会带来高额的收入 再加上其直播内容相当容易接到商家的工商 所以这类直播的收入可谓是非常可观 日常接广告的方式也相当容易 只需要去接一些食品类的广告 然后在录制视频或者直播时 当着观众的面去吃那些代言产品就行了 甚至还可以与一些线下店进行合作 做出挑战类探电视频 查询相关资料可以知道 韩国吃播奔驰小哥凭借做吃播 一年能够变现人民币592万 这个金额甚至比很多的明星都要高 而人气稍微没有那么高的主播 收入也同样不菲 大卫王朵一说 一年个人净收入也能够达到将近100万元 依靠着大卫王形象出现的几大网红 成为了直播行业的领航者 他们风光的样子同样吸引了许多模仿他们的人 妄想着复制他们的成功 但在已经接近饱和的吃播市场中想要脱颖而出 又是什么容易的事呢 所以各种猎奇怪异的吃法出现了 有新主播一出道 就是拿着一块比脸还大的火锅底料开始硬啃 还有人直接在直播间吃起了大肠自身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生吃活章鱼 如此一来 各种千奇百怪的吃播现场活跃于网络之上 有猎奇到吃XX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 也有怪异到生吃章鱼时反倒被章鱼吸住脸蛋 崩溃到在直播间当场大哭的场面 正是这种恶性竞争 让整个吃播行业都变得激情了起来 主播之间充满着对比 全都是用吃命在直播 今天你用脸盆装面条 明天我就用铁铲当饭烧 你加五碗饭 我就加一缸米 在利益的驱使下 这些主播纷纷在这场流量争夺战中 不计后果的去打出噱头 以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去赚取流量 这样的方式也引发了很多的悲剧 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个王先生一样 很多的吃播博主 都会因为每天渗入过多的食物 他们就算能够塞下这么多食物 也不代表可以消化掉 吃进肚子的东西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无非就是两种 排泄出去和吐出来 而真正能够做到排泄出去的消化功能 一定是非常规的 或者是更极端的做法 例如利用手术将小肠去除 让食物可以直接进入直肠 这种方式对主播身体的伤害非常大 快手著名大卫王猫妹妹就被爆 做过这样的手术相比一动刀子手术 更多的主播选择了第二种吐出来 在视频拍摄结束之后 立马用各种催促方式 将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但这种方式长时间下来 人的气色会变得非常差 很容易产生神经性厌食症 植物神经紊乱等情况 观众想法中 怎么吃都不会胖这种事情 是存在于通话中的美好幻想 如此巨量的食物进入身体之后 即使后续经过各种方法 将其吐出来或者其他方式导出 那都会留下很多难以逆转的后遗症 2019年 快手主播大飞为了观众 打赏直播喝色拉油和白酒 在明知身体支撑不下的情况 依然亡作礼贯 最后整个人都抽搐起来 但这时还有看热闹的观众 以为是节目效果 在评论区留言道 让他再喝一瓶 最后大飞在送医院途中 就没了呼吸 这些事情主播会不知道吗 知道啊 但是会停下来吗 不会啊 面对如此高额的收入 有多少人能够抵住诱惑呢 明知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 造成极大的损失 但是在选如今 这个流量为王的社会 他们还是忍不住 会进入到那些恶意竞争当中 而很多本身体制 并不允许他们做大卫王吃播的人 则更是可恶 他们会选择使用剪辑来达成目的 对于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 只是将食物放入口中咀嚼 做出吃的样子 然后转头就吐在了一边 就有一位在B站直播大破主 不知是故意的 还是脑子出了问题 竟然将未剪辑的直播员片发布出来 在视频中 他将刚吃进嘴里的混沌油条 吐到旁边的空碗里 镜头外甚至还有一个女人 指挥着这场表演 教他怎么把食物展现在观众面前 如何愚弄大众 最后视频结束之后 这个up主还装模作样的竖起大拇指 给自己点赞 庆祝自己完成挑战 虽然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理 会将这个视频发布到网上 但视频中这样浪费的行为 立马就被网友们所唾弃 做不了大卫王 硬要顺利这样的人设 这不就是纯纯那个吗 而这样浪费食物的行为更是可恶 在世界各地的贫困地区 不知道多少儿童 甚至无法吃上一顿饱饭 这些通过欺骗的方式骗取流量的主播 却恬不知耻地 将这些宝贵的食物浪费掉 不过目前中国 已经对于这种浪费的行为进行了管制 如果再一次发现这种事情 必然会做出严惩 和很多的事情一样 吃饭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可代表甚至会为此开心一整天 但如果这件事被资本盯上 成为了赚取流量的噱头 那么再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 就如同可代表曾经提到的直播带货一般 在资本的诱惑下 那些主播互主动或被动地 开始了猎奇怪异的直播方式 最终资本获得了利益 观众获得了消遣 但那些主播却成了这场美食盛宴背后 最大的悲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不要忘记订阅课台表哟 我们下期再见 现如今的直播带货里 明明小美女表情扭曲 全身痙磷不止 却还要直呼舒服 大声呐喊我还要 这究竟是什么奇特现象 难不成是传说中的口闲体质 人间傲娇 但正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式 却开启了中国直播带货新的财富密码 各种大胆离谱的直播手段 都让人直呼过瘾 C4当水果 把蜜蜂当蜂蜂膏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卖不了的 今天这部影片 可代表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那些主播直播带货的奇葩现场吧 首先就是这位外表非常甜美可爱的小姐姐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觉得她应该是一位颜值区的主播呢 但正应了那句话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选择了用实力 这位小姐姐也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带货主播 其招牌的带货方式就是 将水果胡乱的一股脑全都塞进嘴巴 然后运用脸上的全部肌肉 反复的上下搅动 这吃东西的样子 还真像她的名字 吉吉国王一样 和猴子不能说相似 只能称为一模一样了 人类进化的时候是忘记帮你戴上了吗 为何你能如此优秀 不过虽然她吃的样子很瘆人 但是很多观众却意外的想要知道 她吃的水果究竟是什么味道的 真的有好吃到 让人可以不用去皮 就都入嘴中的程度吗 但其实在她抖音开通的账号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账号吉吉国王真人版 并不是什么大伙账号 粉丝数仅仅只有不到两万 在带货主播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黑蒜姐和李子哥一样 成为携带巨大流量的头部主播 完成初始流量积累以后 又通过转型来改变人设 这个吉吉国王到了现在 抖音和快适的粉丝量 也仅仅艰难超过十万一点点 而她的绝大多数粉丝 也并不是因为其人格魅力而关注她 反而是因为想看看 这位好看的小姐姐 做出各种怪异搞笑的动作 才关注着她 但不管事实如何 最终这位小姐姐 也是通过了这种独特的方式 获取了流量 虽然最开始 她想帮忙推销水果的厂商 在付出广告费后 不仅没有销量上升 反而因为将这么一位好看的小姐姐 带上了歪路 而被不少的网友唾气 但总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故事结局 但是这位小姐姐在快手账号上 除了犹如猴子一般的吃水果方式 还有这另外一项技能 那就是用牙齿给水果去皮 就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她先是对手中的水果进行了介绍 这是一个雪莲果 而她也很想要吃掉它 但是苦于家中没有刀 所以叹了一口气后 就选择了使用嘴巴 来给这个雪莲果去皮 只见她双眼圆瞪 全身都因为过度使劲而颤抖起来 然后就用嘴巴给眼前的雪莲果 来了一套全身按摩 刷刷刷的就是将雪莲果身上的皮 都用牙齿给全部啃完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克代表了错觉 看看这个视频最后的那个画面 我总感觉她啃完雪莲果以后还不满足 眼中都冒起了红光 杀意甚至已经满意出屏幕了 不少的观众都在评论序列员 看完这个视频 总感觉自己的下身一凉 莫名的可怜这位小姐姐的老公 当然因为过于出众的才艺 这位被戏称积极国王的小姐姐 也成了搞笑视频合集的常客 甚至还成为了人类繁足现象视频中的一员 但上面这位或许还是带货的路子偏了 接下来这位直播带货的大哥 可就不仅仅是翻车了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炸船 这是一场日常的直播活动 这位男主播步行在田地里 现场直接为大家挑选甜瓜 来展示自己产地的水果品质非常好 然后在他的田地中 选择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正常的甜瓜 于是打算将它拿起来 但是在碰到的第一下的时候 这位主播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向后退去 这时候直播间很多的观众们 也意识到了接下来 好像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东西 但就在主播向后退步的时候 那个甜瓜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棒的一声直接炸开了 而因为这场意外 男主播的直播间人气直接翻倍 不断有人涌入进直播间内 就想要目睹这么一个大胆的主播 居然敢将炸弹伪装成香瓜 在直播间来这么一手 看着人气不断地起来 男主播心里高兴 所以并没有急着解释 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被官方所注意到 官方询问他是否有在直播间 进行危险的行为 如果有的话 是会对直播间进行封禁的 男主播接到警告以后 也是彻底的慌了 不敢再继续隐瞒了 解释道 其实并不是他将炸弹放进香瓜 来玩这一危险行为 而是部分香瓜成熟以后 会因为内部气压大于外部气压 而在受到刺激的时候而爆炸 并不是他故意进行危险行为的 只是因为其香瓜内水分过多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虽然这位主播已经在节里解释了 但是观众们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会购买一个定时炸弹回家 也不是 或许是可以买到一个寄到仇人家中 反正最后无论如何 这位带货主播因为这一场直播事故 水果生意直接丢落谷底 最后据说是重新请了主播 然后新建了账号 而这场直播的主播 虽然从此就在网络上消失了 但还是被不少的网友吃起称为 拆弹专家 由此可见 就算是带货直播 如果是为了能够吸引眼球 那么也并不见得就会很轻松 反而会暗藏危险在其中 像是一些在网络上卖蜂蜜的 直接在原产地 蜂房中进行直播带货 虽然这样带的噱头很足 但是也极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风险 就像接下来视频中的这位大哥 这满脸的猪头一样 真是让人忍惧不惊 别人是蜜蜂遮了一下 所以某个部位会肿起来而已 你这整张脸都肿成这样 到底是犯了多大的事 这么遭蜜蜂惦解 你不会是把人家的蜂蜂给拐跑了吧 当然 这位大哥牺牲了这么多 整个人被遮到他妈妈都不认识的程度 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个风场的质量非常高 就像他在视频中吃的蜂巢 就非常的让人垂涎三尺 不管是掰开以后溢出的蜂蜜 还是整体呈现出的金黄色诱人色泽 都让人不禁想要买一些来亲自尝尝 根据后台数据 和该团队在直播间透露出的消息 我们可以得知 这位大哥的牺牲并没有被浪费 在那场直播以后 直播间的销量不仅创下了年度新高 还创造了一大批的粉丝 这场带货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担心大哥的身体安全 但其实并不用过度担心 这位大哥现在经过医院的准治以后 已经变得完全健康起来了 在如此成功的示范之下 其他养蜂的也纷纷将自己的直播场地 放在了蜂房之中 虽然并没有像前面那位大哥一样 直接销量创下新高 但是却也有自己的一套流转方式 他们招募美女来当主播 然后进入蜂房上演美女野兽 这刺激的点子 让不少的人都大呼过瘾 又谁不会想看美女呢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直播内容 在某一天却出现了意外 一位美女在日常直播时候 进入了蜂场福间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有好吃的蜂巢和蜂蜜 直播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身材异异的 让人看着非常凉光 而其手中的蜂巢等产品 更是让人看着嘴唇 但是这美丽大方的样子 也引来了蜜蜂的兴趣 在直播中 一直贪恋美丝的小蜜蜂 就对着许多人 垂涎的嘴唇 狠狠地来了一下 这可真人羡慕 面对蜜蜂这样的后外 女主播也是在直播间众人面前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其实感不感动 客代也不知道 但是所有看过视频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位女主播 那是真的不感动 而这位女主播之后 也收到了来自小蜜蜂的礼物 那就是一张连卡带衫 都羡慕的嘴唇 从女主播后续发的视频来看 她应该是再也不会去参加 这种带货了吧 在现在这个全民娱乐化的池袋 互联网早已丢失了最早的初衷 最开始是为了能够通过分享 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但是现在 很多人却为了流量 而做出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 从而让更多人去关注它 以此来获得流量 却导致了那些沉迷于 网络花花世界的人 忽视了对于现实生活中 相濡以沫之人的关心 所以同学们 不如放下手机 带着家人与朋友 一起去外面的世界 多走走多看看 现实世界才是最为精彩的人生直播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同学们我们下期再见